来关注火星探测 2021年5月22号 祝荣号火星车 走上神秘的火星大地 迈出了中国航天器 在火星的第一步 去年5月18号 祝荣号自主进入休眠 目前祝荣号火星车的状态如何 总台央视记者日前专访了 中国行星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张荣乔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祝荣号火星车 大大超出我们既定的任务 他的工作非常出售 我们还继续开展巡视探测 我们巡视探测了358个火星日 累计巡视1921米 祝荣号设计寿命是90个火星日 如今它已经是超期服役了 祝荣号是一辆纯太阳能电动车 太阳光照的强弱 对火星车的生存和工作至关重要 等到光照和气象条件 达到唤醒标准时 祝荣号才会自己醒来 舱内的温度要高于零下15度 那么还有一个条件 太阳能发电要满足我们火星车 单天最小的用电量 要达到140瓦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 它会自动开机 目前火星已经进入春天 但祝荣号仍旧没有自主唤醒 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分析最大最大可能就是 这个不可预知的火星沙沉的累积 导致了我们的发电能力的降低 不足以使它苏醒 其实在工程设计之初 考虑到火星车可能遇到的沙尘天气 就对祝荣号的承受沙尘积累能力 做了详细的量化设计 火星车现在没有醒过来 也在科学家的预料之中 目前科学家们都在期待 祝荣号自主唤醒的那一天 但无论结果如何 它获得的科学成果 都为我们未来继续开展深空探测 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初样研制阶段的工作 我们的发射日期都已经确定了 2025年5月 我们要实施天文2号的发射 按照规划 天文2号任务将对一颗近地小行星 进行探测并采样 发誓中国人首次从行星计拿回样品 此外后续深空探测任务 还包括天文3号从火星取样返回 天文4号去木星及木星系开展探测 这两项任务 事求是讲难度很大 我们还有很多空白的技术没解决 所以我们通过两年三年左右的时间来 关键技术的攻关 把这些关键技术解决了 我们再进入这个工程研制 我们再进入这个工程研制 我们再进入这个工程研制